请记住 口罩的主要作用是保护口鼻和过滤空气 在病毒防护方面 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不能视为安全屏障 大家好 今天我们聊一聊口罩 最初的口罩出现在19世纪 1897年 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 开始建议医护人员 使用纱布包口鼻的方法 防止细菌侵入 这就是口罩的雏形 受当时条件限制 这种纱布造具非常简易 甚至使用的时候 还需要用手把它给摁住 后来在人们的不断往上下 才成为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一般情况下 口罩有专业用途和非专业用途之分 前者有严格的标准规范 使用场景更加复杂 后者没有过多的讲究 结合材质和使用场景 大概分为以下起来 第一 棉布或纱布口罩 仅能过滤脚大颗粒 适合平时清洁工作使用 第二 紫口罩 能够阻挡70%以上的5微米颗粒 适合平时清洁使用 第三 外科口罩 也叫手术口罩 或者医用口罩 可以阻挡90%以上 4微米颗粒 普通人使用 应当每天更换 医务人员使用 必须每4小时更换 第四 活性碳口罩 可吸收有机气体 及毒性粉层 不具备杀菌效果 需要要求及时更换 第五 N95防护口罩 可阻挡95%以上 刺微米颗粒 佩戴之后 呼吸长度更大 不适合一般人 长时间使用 第六 立体口罩 属于新兴口罩 具有立体结构 第七 PM2.5防雾霾口罩 能够阻挡空气中 尺度小于或等于 2.5微米的粒状物 需要注意 所有口罩不能重复使用 如有破损 必须立即更换 口罩 口罩的结构 一般分为三层 由外至内 一次为 第一层 防水层 主要用于防止水珠 液体和大量飞沫等 第二层 过滤层 主要用于过滤空气中的细菌和飞沫 第三层 是吸水层 主要用于吸收飞沫和水系分子等 是不是很奇怪 飞沫这个词怎么一直出现 在公共卫生领域 并原体的主要传播途径有两种 即空气传播和飞沫传播 空气传播很好理解吧 至于飞沫传播 是指 并原体从元素组排出体外 经过一定的传播方式 到达并入侵新感染者的过程 再具体一点 咳嗽或喷嚏等 带有病原体的分泌物 就是飞沫 在公共卫生领域 口罩的主要作用就是 阻止飞沫传播 避免交叉感染 下面我们单独谈一下 医用口罩和N95 医用口罩也叫外科口罩 主要作用是保护医务量的口碑 防止液体建设和不经意间的触碰 N95是一个标准 由美国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机构制定 其中N表示不耐食油 95等于95%这个标准 N95口罩合在一起表示 可以阻挡95% 直径0.3微米以上 非油性颗粒的口罩 包括PM2.5 很多人在询问 什么口罩效果更好 OK 那么我反问一下 什么药效果最好 你知道吗 很简单的道理 查明病因 对症下药 如此才有疗效 选择口罩 当然也得这样 首先要弄清楚 自己选择口罩的用途是什么 如果只是预寒或者耍帅 那就无所谓了 只要自己喜欢 您高兴就好 如果处于工作原因 请一定遵守职业指导意见 选择符合标准的口罩 按照要求规范备戴 如果考虑病毒传播等因素 一般情况下分为两个类 第一 预防普通感冒或流感病毒传播 推荐选择医用口罩 第二 面对紧急突发状况 比如武汉肺炎 这种情况下 建议至少选择N95以上标准的口罩 比N95防护标准更高的有 N97 N99 以及呼吸面罩等 以下事项 请大家一定注意 第一 隔离是防止病原体扩散的最有效方式 建议大家 避免聚集 减少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第二 和他人相处时 请正确佩戴口罩 第三 当你咳嗽或打喷嚏时 请用纸巾遮挡口笔 第四 请洗手 每次洗手至少20秒 避免用纸巾 避免用为清洁的手触碰眼睛 鼻子和嘴巴 第五 每天认真清洁所有高频率接触物体的表面 比如 柜台 桌面 门把手 洗手间 手机 键盘 平板电脑 床头柜 等 以下内容属于温馨提示 大家结合实际情况 自行决定 是否采用 第一 N95及以上防护标准口罩 空气通过率较低 一次佩戴时长 不能超过4个小时 第二 为了防止病原体扩散 请不要选择带有呼吸法的口罩 第三 病原体通过空气和飞沫传播 唯有佩戴个人防护装备 包括手套 口罩 防护眼镜 面罩和防护服等 在没有破损的情况下 才能做到安全守护 口罩最主要的作用是避免交叉感染 并不能完全守护健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